今天在俄羅山站 台韓三校學生用自己國家的語言 朗誦出他們對和平的期待 今天我們要用 蔬白頭山上的牙 綻放鴨綠漿上的花 解除修戰線上的果實 那就是統一的果實 那就是和平的果實 朗誦山車站位在韓國最北端 距離南北韓的分界點 北緯38度線 僅有兩公里的路程 花蓮慈大附中 利用暑假來到韓國 與東塔和慈川 兩所姐妹校 一同完成這次的音樂會 同時也一起製作福袋 分送給來來往往的遊客 謝謝 這是我們的學生 教練 希望你們有一個好日子 能夠在DNZ非武裝地帶 傳遞和平訊息驚艷難得 尤其親眼看見 遙望北朝鮮的鐵絲網上 掛滿祈願布條 親眼見證當年北朝鮮 通往南韓的最後一班列車 車身滿布彈孔 這都是最真實的教育 因為和平對 和平對全世界來說都是重要的 而且我剛剛還看到火車上充滿彈孔 讓我了解到真正的可怕 這也是台韓兩地學生 首次舉辦音樂會 活動小而美 韓國主要電視台都來採訪 肯定活動的意義 我們的未來的希望的種子們 這個國小的同學 來更體驗到危機 是真的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一不小心 就是發生我們不願意的事情 見證歷史避免重蹈覆徹 也更珍惜當下的和平 戴愛新聞知識美之工 徐明昆 陳美蓮 韓國報導 straj 按旅 按旅 按旅